小魏 謝謝你啊 謝謝媽 我知道我那天沒送進醫院之後 你也獻了血給我 雖然你跟我血型一樣 但是你進公司 是為了風又不是之需 要給他獻血的 但是你 你還依然為我獻血 所以 我很想要謝謝你 就為了這件事啊 我想你可能搞錯了 我能進集團 不光只是為了風月 還有你 剛進公司的時候 我得知你是因為無條件獻血給風月 才引起了大老闆的注意 可是風月小產的時候 我也獻血給他了 大老闆卻只用支票就打發了我 年會讓我跟他一起跳舞 問了他這件事 他說 他不光只是為了風月 還是因為你 他才會重新招呼員工的 對了 聽說你在員工旅遊的時候 扭上腳了 因為我扭上腳 讓風腸有危機意識 所以 又招募更多熊毛雪的員工 風月是風腸的妹妹也就算了 可是 風腸當時卻為了我 我想问你一件事 就晓薇说 她被集团印证上的原因 由于不本身因为我 是真的吗 真的 那时候你脚脚伤 我的心很慌 我得真正体会到 因为当时为什么会安排 薛毛雪的员工 在公司里面 你和冯爷都是我最重要的人 即使这个潜贵则很过分 我只能这么做 你可以答应我一件事吗 你说 不要再为我做任何的 努力和改变 我希望宁愿是坐在阳台上 吃喝饭的那个许是谁 结果我爱的正是那个潭 你怎么知道 请不许是谁 请不许是太子 请不许是谁 的 妈 但是突然间有一天有一个女孩 闯进了我的阳台 我就看着她吃饭 一天一天都过去了 有的时候看这些女孩笑了 有的时候看着她哭 看着看着 就看到我的心坎里 你这也脱会哭 你不知道阳台很好吗 我当然知道 但是我更贪心 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是个女孩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不用搁这些个玻璃 于是我就把它找起来了 原来我吃饭的样子那么迷人呀 我都不知道呢 那以后呢 我们就在这儿吃饭 冯达 我可能 以后都生不了孩子了 你也要不要 你知道的 就是因为这个 决定要跟我分手 你是方家的独子 又不考虑这些 不是太自私了吗 你就那么不相信我了 只要我继续喂养你 你不可能生不了孩子了 那我以后还可以继续在这里吃饭吗 当然 不过可惜的是 以后没得头盔了 就替你这样看完吗 好了 吃饭 真糟糕 这阵子我不断偷偷回忆 我在这阳台到底有没有做什么不雅的动作 或者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在阳台上说话 这里面真能听得到吗 听不到 不过我让琳琳她帮我请了一个淳于老师 专门针对你的碎碎念 那你现在会淳于了 当然会 不过我只上了两届 对 后来 你就被我搞定了 偷窥人还这么离职气壮 果然也只有大老板能做到 大老板 抱歉打扰您用餐时间 郑总监跟严总有个好消息要向您报告 让他们进来 是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我们终于踩扁了比娜那只专利蟑螂了 我们的律师团队呢查到了比娜的负责人 这个负责人在六年前呢 在西雅图向一个叫利奥的小伙子买了一台二手电脑 这个二手电脑是他的一个亲戚给他们 利奥就是我的小表弟 住在西雅图 这个人拿到电脑之后 彻底还原了生活能量的原型 怪不得他能够这么了解正奇呢 那当时 你没有给电脑客说话吗 怎么可能没有 我只是没有想到我表弟会把我的电脑给卖了 而且还卖给了一个数据还原高手 现在我们的律师团队已经对比娜提出了正式的诉讼 告他们防害秘密以及反不正当竞争的罪名 你说这世上有贼喊抓贼的人 还有贼喊抓贼的公司啊 严谦 这一次我不接受比娜的任何和解还有配偿 我要跟他们打官司到底 让这些商业助手彻底销售力气 好 恭喜你 阿七帅 你终于成员得雪真相大白了 谢谢 也恭喜某些人终于可以破镜重圆 花好月圆了 咱们最近开心事这么多 要不然好好庆祝一下吧 好啊 好啊 我哥怎么突然提出说要跳舞啊 高兴啊 咱们这次跟比娜的谈谈算是彻底应令上 你哥现在是爱情事业两得意 我看了都替他开心 不不不不 对不起老伴 你亲一点才 我太久不定了 舞衣有点生疏 看来生前真的有偷学舞不为 进步还不想呢 至少不是财家大王嘛 不过在我眼里啊 没人跳舞给你跳看 这么懂的红女孩啊 我没有红女孩 我说的可得实话 其实以前我真的挺傻的 总是 特别拼命地 募力热了某个人 都没有注意到 其实我已经全往某个人心里里下来了 你明明知道我不会跳舞 还要提一跳舞 你是不是也习惯让我出丑啊 如果现在还说你不会跳舞的话 那我觉得男朋友是不是太不正常了 原来你偷看我的短信了 舞蹈教师调歌的短信 堂堂的大boss 又是偷窥 又是蠢语 又偷看鸭的短信 原来风头原来也有这么样的一面 薛珍珍 你竟然把我对你的关系 说得这么难听 我不会让你当一旺行的 嗯